云南昆明陡南被誉为亚洲花都 5月份以来这里的鲜花产销两望 每年啊每天都有百余个品类 上千个品种数千万只鲜花 通过竞拍批发零售等方式 走向全国各地的市场 并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给鲜花消费市场注入持续活力 走进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 数百名鲜花购买商正在激烈角逐进行竞拍 在这里平均不到4秒就会完成一次交易 靠的就是准头 拼的就是手速 今天你要拍多少只花 大约的话要拍一万多只 都是什么花 都是我我主要是做多头媒 分工也明确 上面还有人专门验着货 然后我就负责在这拍 自5月6号以来 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 一直处于备货供货的高峰期 这里的拍卖交易 也从平时的每天下午一场 变成早晚各一场 一场的话因为太早 然后客户的那个订单量下的少 所以说我们就说 先拍一部分放在那里 等二场然后客户下单了 然后我们再缺什么补什么 据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 最新数据显示 5月以来昆明花拍中心 日均供货量超过850万只 单日最高供货量达到1011万只 整体高峰行情较去年上涨约31% 不仅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热闹非常 与其一接之隔的抖南花市 这段时间也是人来人往 很多商户游客在这里直购鲜花 或者发往各地市场 在昆明抖南花市 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都是人头攒动 近段时间 每天来这里打卡的游客 都在1万人次左右 平常自己比较喜欢花 打算是开花店 我们先来看一看 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抖南花市有3000多个摊位 玫瑰 百合 韶药等各色鲜花 争起斗艳 商户游客之间的讨价还价声 让现场的气氛愈加热烈 销量挺好的 一把这种的一把是20只 一天销量差不多个2000多把吧 在各个摊位之间穿行的 还有很多一边用手机直播 一边验花的鲜花主播 这种走播卖货的线上方式 也打开了鲜花销售的新渠道 我之前就在直播间播 但是后来跟我的客人沟通 反复沟通完了以后 就觉得用这种方式 能更直观地看到 就是质量跟价格这块 今天到现在500家左右吧 应该是1万只玫瑰 董南花市每天上新 大概117种品类的鲜花 然后1600多个品种 最近的日均鲜花成交量 大概是4000万只左右 在董南花市 有设计讲故事的鲜花绿植 鲜花包月 定期发货等新的服务销售模式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花市中 记者发现 带有美好寓意 谐音梗的鲜花和绿植 非常抢手 比如寓意金玉满堂 摇钱树 钱多多的多肉植物 还有谐音不焦虑的芭蕉 谐音喜欢你的黑凤梨 销量都出现了增长 此外 鲜花包月 每周一树的周花销售模式 也更加顺应消费者周期购花 乐享生活的新需求 定期发货 鲜花上门 让人们轻松享受到鲜花 带来的美好心情 正常情况下 也就是8到10天的一个观赏期 所以我们才会推出这个周花的模式 就是你有源源不断的新鲜的花进来 这些鲜花销售新模式的兴起 离不开迅速发展的物流快递行业 和冷链保鲜技术 来自云南斗南的鲜花 可以通过公路 高铁 航空等方式 在48小时内 送达全国200多个城市 现在是发货的一个高风轻 比如说小街平均下一天 我们这个门店一天 可能就收个一千两千 但这两天就可能要发个四五车 就五六千这种 大街的话相比平时的话 可能也发个三百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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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